好了,现在我们讲到证明圣经是神的话,并证明有天堂地狱。 为什么这个是重要的? 因为这个就帮助我们在我们信靠耶稣与神的关系就会肯定, 而且在受逼迫的时候,就是有些人有些人许笑我们, 或者是有一天可能有逼迫的,圣经里面有说到, 在末后的日子可以有逼迫,其实当受圣经里面有说到, 我们将来有大的灾难,有逼迫,很多人就跌倒。 在马太福音24章说,那时必有许段跌倒, 并且要比起陷害,比起恨物, 就是说他们本来是信耶稣,但后来就比起陷害,比起恨物, 就是说他们就从,如果他们不信耶稣了, 不会说他们跌倒。 这个是马太福音24章,耶稣讲到末日的时候, 他们说,他说必有那时,那时,就是在那个时候, 必有许段跌倒,比起陷害,比起恨物, 我们就知道,这个是的确在世界上有危险的, 有,因为他们不喜悦神的,他们会抗拒神的。 好了,我这里,你看到有几方面的证据, 第一个方面是圣经有数百个准确的预言, 包括耶稣必定十一架,这个四篇二十二篇十四至十八节, 如果你看过这个经文,你看到这个, 这个是大卫的事,他说他们炸了我的手,我的脚, 炸就是说,这个是开始的,经文我没有写出来, 但四篇二十二篇十四一节至十八节, 你看到,炸就是说,刺透,刺透我的手,我的脚,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经文,四篇二十二篇, 你其实可以看的,就是说, 那时没有定徐家的刑罚, 没有,你可以看着我现在, 我要你看的时候,你才看你的手机,你可以看着我, 在这个预言是耶稣之前一千年, 那时还没有定徐家, 你可以坐过一点, 知道,知道, 这是, 大卫怎么知道将来耶稣会定徐家的, 这个就是神的感动, 圣经就是神的启示, 所以他知道有一天耶稣要定徐家, 但为什么他用我呢? 其实这个事情在大卫身上没有应验, 没有发生的, 大卫没有被人定徐家, 但因为耶稣是他的后裔, 他就预言用我, 他去经历到耶稣被定徐家的情况, 就讲出, 他们炸了我的手, 刺透我的手, 刺透我的脚, 几百年之后才有定徐家, 然后他就说, 他们分了我的外意, 为我的礼仪, 礼仪, 炼旧, 大卫从来没有这个经历的, 但在定徐家的时候, 耶稣的义服被人分了, 然后礼仪是一块过了, 所以不能分, 他们就炼旧, 就看谁得到这个内意, 这个就是说圣经已经一脚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情, 几百年之后才有定徐家, 但神已经知道, 就感动大卫有这个经历, 然后这个, 当一礼书九章二十五节去二十六节, 这里讲到什么了, 讲到这个七十一个期, 要预备基督来, 这个受告者会来到, 受告者来到, 然后他会被除掉, 一无所有, 就是耶稣会被定徐家, 然后耶路撒冷会被毁灭, 这个就是预言耶稣被定徐家之后, 耶路撒冷会被毁灭, 但以理是以色列人, 他不想, 这个他们首都耶路撒冷被毁灭的, 有些人说圣经预言是有些人做出来, 虐照出来, 不是真的, 没有神的, 他们自己做出来, 但做出来会不会说, 耶路撒冷会被毁灭的, 这个不会的, 就是说, 中国人不会说, 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北京, 不会这样说的,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首都, 他们不会这样说的, 同样, 但以理没有理由会说, 耶路撒冷会被毁灭, 圣城和圣殿会被毁灭, 但因为是神启示他的, 他就写出来, 但可能他写出来, 他也会说, 神他为什么会毁灭了, 他可能都不太接受, 但神吩咐他, 他就写出来, 这个我们就看到, 这个应验在耶路撒冷, 当耶稣被定御家的时候, 然后在同一个世代, 四十年之后, 在主后七十年, 耶路撒冷就被毁灭, 这个就是, 你现在不用看手机, 不用看, 不用看, 只是我告诉你看的时候, 才看这个方面, 好的, 这个就是圣经已经知道, 耶稣被定御家, 然后被定御家之后, 耶路撒冷会被毁灭, 就让我们知道, 耶稣圣经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情, 圣经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, 有说出来的, 就让我们知道, 圣经不是普通人写出来, 做出来, 他知道这个世界有默域, 现在人都听过这个海啸, 你知道这个海啸吗, 很大的浪, 但以前是很少听到的, 但现在比较多, 但耶稣已经说了, 耶稣已经在预言了, 他说什么呢, 他说, 在后来的日子, 人听到这个波浪的声音, 就晃晃不定, 就非常的惧怕了, 这个就是讲到末后的日子, 怎么样, 有很多地震啊, 打仗啊, 瘟疫啊, 很多人死亡啊, 都是圣经有说到的, 有一天你会见到圣经所说的这个, 敌基督, 抵挡基督的人出现, 这个人会叫所有人拜他, 超越所有地上被人拜的神, 但他不是神, 为什么超越了, 因为他是用假的神迹吸引人去拜他, 这个是圣经已经说了, 所以当这个时候, 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, 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有说的预言, 末后的预言, 现在我就去讲到这个预言, 好了, 第二, 你可以看了, 这个圣经里面的科学性, 这是什么呢, 因为以前的人第一点, 圣经四千年前已经说, 地球是悬挂在虚空, 约伯记二十六节七节, 二十六将七节, 这里讲到, 这样地悬挂在虚空, 以赛书四十一章二十二节, 这是第一点, 不是后面, 不是后面, 第一点, 开始的地方, 第一点, 开始的, 就是说这个地球的大圈, 这个地球是大圈的, 这是圣经已经知道, 地球显挂在虚空, 所有古代, 现在可以看我了, 我们看了这个, 你就可以看我了, 因为这个材料没有写很长, 就是简单写出来, 所有古代的文物, 人所写的, 或者是宗教的文物, 都没有说这个地球显挂在虚空的, 因为这个对人来说, 太不可惜意, 他们就觉得地球平的, 但圣经是唯一的说到, 地是显挂在虚空, 而且是这个球体, 这个就是看到圣经的可靠性, 因为几千年前, 谁知道这个地, 是这个地球在太空之中, 这个是圣经知道的, 这个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奇妙, 然后约伯基38章35节, 这个也是你的手记的经文, 上一个经文, 这个经文说什么呢, 你能发出闪电, 叫他行去, 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, 这里说什么呢, 能够发出闪电, 因为以前没有电, 我们普通用的电, 所以神用这个闪电, 因为闪电跟我们的电是同样的, 但是非常的强的, 当然没有人能够发出闪电, 但近日我们可以用手机发出电, 电的信息, 而且很多电的信息是什么呢, 对他, 对人说我们在这里, 很多时候, 我们发出信息, 能够对人说我们在这里, 这个就是很奇妙的, 他怎么知道末后的日记, 可以这样的, 发出信息告诉人, 我们在这里, 这个就是圣经已经知道在末后的日记, 有电报, 电报也可以做这个, 你们是不是叫电报, 电报, 现在很少人用了, 大部分用手机了, 然后手机也能够做到这个, 好的, 然后第三点, 关于神的是真实的, 人可以经历圣灵带来的平安, 喜乐, 爱, 能力, 心灵依据和身体的依据, 刚才你们祷告, 我为你祷告, 你就感受这种平安, 轻松, 这个就是神的同在了, 这个也证明神是真实的, 但其他宗教, 除了魔鬼教, 接触偶像的, 他们会接触这些灵界的, 他们会经历能力, 但这些能力是负面的, 是黑暗的, 有些人是在庙中, 他们做这个基童, 是不是, 你们是不是叫基童, 就是能够求这些, 他们的说这些师父临到他们身上, 他们就变得很奇怪的, 他们动作很奇怪, 然后他们会请这些人, 告诉他们一些他们的情况, 或者是他们能够为人疫病, 但这些是邪灵的, 在其实有些见证, 他们这些人, 做这些庙里面的接触灵界的灵界人, 他们就说他们的非常的不平安, 他们接触灵界, 但这个经历是非常的负面, 常常被诡压, 睡觉的时候被诡压, 听到声音叫他们要去死, 说声音说你们没有用, 没有人喜欢你, 这种声音就是, 他们经历是有, 这个世界上两种经历是真实的, 灵界的, 一个是神的经历, 一个是邪灵的经历, 这个世界的确有邪灵的经历, 很多人接触灵界, 被邪灵影响, 这个世界有魔鬼教的, 他们会求魔鬼进入他们的里面, 魔鬼真的回应的, 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, 然后邪灵就会不会离开他, 他常常有邪灵影响的, 但耶稣的经历是平安喜乐, 有力量生命改变的, 你看到这些人就改变, 但魔鬼教的人是怎么样的, 他们会去杀害人啊, 犯奸淫啊, 犯法啊, 都是做不好的东西的, 他们非常的送恶的, 这些魔鬼教的人, 他们有人他们对付, 他们会跟踪这些人, 跟踪这些人, 伤害他们, 有些人本来是魔鬼教离开的, 他们必定要走去很远的地方, 否则这些魔鬼教的人会, 追杀他们, 这些都是很送恶的宗教, 魔鬼教是什么教啊, 拜魔鬼的, 在很多地方,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魔鬼教, 但你们可能听过的, 这是这些温米婆, 这些巫婆, 这些接触灵界的人, 他们会接触灵界, 问这个人死了, 他有什么话要说, 其实他们不是接触这些死人, 他们是接触贤灵, 因为贤灵会知道一些关于他们的事情, 但他们所接触的信息, 有些是准确, 但有些是不准确的, 而且是这样的, 有基督徒在一起, 他们就不能请这些邪灵上身的, 就看到耶稣是胜过这些邪灵的, 就是说神是可以经历, 刚才你们是经历, 很多人去教堂, 因为没有多祷告, 祷告只是求钱, 求平安, 健康, 所以他们经历神不多, 但如果你们继续, 好像我们今天这样长时间祷告, 多祷告, 保持圣灵的同在, 你们就永远祷告, 每次祷告都会经历神, 每次祷告, 你马上会经历神的同在的, 跟你们以前的祷告会有, 觉得有不同的, 以前的祷告, 可能有些人会经历, 但有些人不需要钱的, 你投入也会经历, 你以前有没有, 觉得祷告的时候有平安, 有平安进入的, 有没有, 有, 你有就是代表你投入, 我自己出信主已经感受这种平安, 但这个力量跟我现在的完全不同, 我现在去同类的经历, 但现在是很强烈, 现在是打告, 马上有喜乐涌流, 马上有力量, 马上有爱, 有平安, 这个是去经历圣灵, 好了, 然后第四点, 这里有写的, 就是奉耶稣民可以赶走, 邪灵, 有很多人接触灵界的, 有些人打坐, 气功的, 气功的他们打坐, 然后打坐很长的时间, 灵魂出窍, 灵魂出来, 他们就发觉, 他们看到在周围看到一些黑暗的灵界的东西, 这些其实是邪灵, 在网上, 在英文的网上, 容易看到, 这些人接触灵界, 有些人去打坐, 或者去拜偶像, 有些人拜偶像, 然后有邪灵, 我就曾经为这些人赶邪灵了, 我曾经为人赶邪灵很多次, 有些人去这样的, 拜偶像很多, 就睡觉的时候就有鬼压,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, 就好像有一种力量压住你, 不能动, 在半夜, 有啊, 这个就是鬼压, 有些人信的耶稣还有, 但他们爱主, 处理罪就没有了, 你爱主, 多祷告, 邪灵就会离开, 但有些基督徒还是有这个经历, 这是邪灵的攻击, 因为他们家中有拜偶像, 以前拜偶像, 然后我们奉耶稣名可以赶邪灵, 这个是很多的经历, 我其实有很多影片, 在网上, 他们打坐真的会明显出枪, 因为这个是, 其实一个事实, 无论是佛教的打坐, 或者是, 这个气功, 另外在外国也有这种冥想, 冥想, 他们很集中的想一样东西, 然后慢慢这个灵魂在里面走动, 然后有去到一个程度就出来, 这个是很多人的经历, 在网上, 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, 这个, 是不属于善, 不属灵的, 不属, 是正能的, 还是有写的, 这个, 属啥大陆, 这种经历, 非基督徒有, 有些基督徒也有, 但分别是在哪里呢? 非基督徒会见到邪灵, 但基督徒灵魂出窍, 有些时候他们投入祷告, 有些时候他们短暂的死了, 然后灵魂出来, 灵魂出来他们见到天使, 见到耶稣, 见到天堂, 跟非基督徒的完全的不同, 这些人, 其实就是佛教也有这种说法, 就是说他们的活像, 他们不是祷告, 他们打坐, 然后灵魂出来了, 他们会有引诱, 这个是佛教里面的活像, 他们不会公开讲, 但有些人接触佛教就告诉我, 这活像见到什么了? 见到没有衣服的美女, 引诱他们, 他们用什么方法? 他们就需要鉴定, 不要看, 不要想, 否则会走火入魔, 入魔, 这个是他们的经历, 就是说魔鬼会用方法引诱他们, 但信耶稣的就不同了, 我们是经历神, 经历神的平安, 神的爱, 见到天堂, 这个跟他们的经历就不同, 然后耶稣能够, 我们奉耶稣的名可以感谢, 就证明耶稣是神, 但他们不能奉佛的名, 不能奉道教的名, 赶耶稣, 从来没有, 反而我们奉耶稣的名, 有些人接触灵界, 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, 赶谢灵的, 这个就是看到耶稣是真神, 而且上面写的什么呢, 人和动物的小孩子都很可爱, 很开心, 我们看到,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美丽的, 花朵啊, 很美丽啊, 飞鸟啊, 蝴蝶啊, 都很美丽, 不可能是邪灵造的, 为什么呢, 通常人有邪灵, 有些人有邪灵, 附身, 有没有听过这些情况啊, 邪灵附身, 通常他们就变为失控, 愤怒, 不平安, 不能睡觉, 想自杀, 这些就证明邪灵, 必定做破坏的事情, 这样的邪灵, 不可能创造这么美丽的东西的, 所以也证明真的有真神, 有邪灵, 证明有真神, 因为这个世界这么美丽, 孩子这么可爱, 这么开心, 动物, 而且人和动物都有感情, 但邪灵是没有感情的, 这些人被邪灵折磨, 是很不开心的, 很烦恼的, 所以这个都是, 不是有好的感情的, 但, 人与神就有好的感情的, 这个就证明, 证明, 有邪灵, 神是胜过邪灵, 这个世界是由神转管的, 然后第五点, 《丽王之上》, 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, 讲到有一个孩子, 就, 他死了, 然后, 以利沙就, 为他祷告, 以利亚, 以利亚, 不是, 是以利亚, 他为他祷告, 然后就求神将这个灵魂, 灵魂带回他的身上, 然后神应允他的祷告, 灵魂回来了, 他就活了, 这个就证明什么呢, 证明, 原有灵魂, 可以灵魂出来, 而且, 不但是这个圣经的经文, 有很多很多人, 都有这个经历, 为什么呢, 因为很多医院都有急救, 有些人死了, 有急救, 就活过来, 活过来他们就说, 刚才我的灵魂出来, 看到你们做什么, 这是他们就大规模的研究, 发觉这个事实, 很多人都有这些灵魂出窍的情况, 有没有听过这个灵魂出窍, 就证明原有灵魂, 因为有些人以为原是没有灵魂的, 死了就死了, 就死了就变为泥土, 就没有了, 这样的话不需要信耶稣, 但如果人有灵魂, 然后他们有些人去天堂, 信耶稣人去天堂, 不信耶稣人, 有些人去地狱, 但有些人, 因为没有去到这个程度, 他们死的时间很短, 就没有去到天堂或者是地狱, 然后灵魂出来, 后来就回来了, 其实在中国人中间, 也有很多去到阴间的见证, 他们死了, 不去去天堂, 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, 就去到地狱, 去到阴间, 有很多的故事, 说到在阴间这些牛头马面, 有没有听过, 牛头马面, 有对他们很多伤害啊, 将他们的舌头割出来啊, 将他们放在油锅里面, 就是, 就是, 就是伤害他们了, 这些其实是, 他们是真的去的地狱, 因为邪灵在地上都虐待人, 所以去地狱的时候也会虐待人, 在地狱里面, 邪灵不会就是坐在那里, 他会虐待所有在地狱的人, 而且地狱人就是有永远的火, 但还有邪灵的折磨, 这个是在地狱里面很辛苦的, 但这些人的经历, 很多在网上很多的, 尤其是英文的, 影片很多, 很多人见到天堂啊, 见到耶稣的美好, 耶稣的爱, 他们去到天堂说, 这个爱非常的大, 非常的感动他们, 他们就说, 哇, 耶稣这么爱我们, 我真的在这个经历才知道, 所以这个, 这些经历是证明, 人有灵魂, 也证明有天堂地狱, 其实我曾经访问这些人, 曾经去天堂, 然后见到死了的基督徒, 回来之后, 这样在这死的基督徒所说的话告诉家人, 然后家人说, 你必须去见到他们, 因为你说出他们的秘密, 这样说出他们一些, 告诉他们的情况, 就知道你真的去了天堂, 所以这个也是一些经历的证明, 证明有天堂有地狱, 好了, 第六是考古学, 考古学有很多方面的, 就是说,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, 他们研究很多圣经的, 圣经的地方, 我曾经去以色列, 我才知道, 在以色列建造房子, 必定要做一个工作, 要考古, 在上面考古, 要请人来考古, 看看上面有没有特别的东西, 因为他们很多, 在建造房屋的时候, 发觉上面, 已经有古代的房屋, 什么东西, 他们就会发觉出来, 然后, 这个是以色列很特别的地方, 因为圣经时代, 时代都是在那个时候, 然后这些考古, 发现的东西, 都跟圣经所说的, 是配合的, 其中一个很大的, 就是这个方舟, 罗亚方舟, 罗亚方舟, 其实这个方舟在, 圣经, 在新约时代, 已经有古代的文物, 已经说这个上上这个方舟, 他们当时是见到, 但后来因为有地震, 所以看不到, 但其实在历史上, 不同的时间都有人, 讲到这个方舟, 近代有人上去, 说见到这个方舟, 我们还等候, 他们真的将这个方舟, 发掘出来, 但这个是近代有人上去的,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, 因为这个大的方舟, 怎么会去到这个高山上, 几千米上面的, 这么高山上, 有什么可能有, 这个非常大的船在上面, 这个就证明, 真的曾经有洪水, 全世界在洪水中, 所以这个方舟就去到山上了, 这个, 这几方面的证明, 有一天你们可能见到有些人, 没有信耶稣, 你可以告诉他这些证据, 或者是有些基督徒, 他们信心摇动, 他们担心忧虑烦恼, 我们就告诉他, 很多证据证明有神, 我们有经历神, 这个方面也很重要, 这个第三这方面, 很多人在困难祷告, 就经历神的帮助, 经历神很真实的帮助, 有些人甚至见到耶稣, 这些经历都告诉我们, 神是真实的, 但有些人很多人拜佛, 你就问他, 你拜佛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历, 他们很多都说没有经历, 没有什么帮助, 我曾经为一个老人家祷告, 他说, 他家人说他很辛苦, 我祷告之后我问他, 你有什么感受, 他说很舒服, 就好像你刚才这样, 舒服, 我说你信不信要说, 他说不信啊, 因为我拜了佛很多年啊, 拜了观音很多年啊, 我不会信要说的, 但过了半年, 有一天他突然, 问他的家人, 耶牧师去了哪里啊, 为什么今天没有来, 其实我没有去, 半年他怎么会说, 今天为什么耶牧师没有来呢, 因为我半年都没有去, 我觉得是神提醒他, 叫耶牧师来, 然后我去了, 我为了祷告, 我问他有什么经历, 他说很舒服, 我说佛有没有这样帮助你, 他说没有, 观音有没有这样帮助你, 他说没有, 然后我就说, 你要真的神还是假的神, 然后他说我要真的神, 他就愿意信耶稣, 然后我为他洗礼, 他也愿意差一偶像, 然后有一天, 过了几天晚上, 他的女儿看到他, 看着屋顶, 从一边看到另一边, 一边看一边笑, 他的女儿觉得他是见到天堂的情境, 他医生说他的病很严重, 所以应该很辛苦, 但当时他都是很舒服, 他们就问医生, 你说他必定很辛苦, 为什么现在不辛苦了, 医生说我不知道为什么, 他就是很平安, 很舒服的离世, 这个就是神的同在带来的帮助祝福, 你们多祷告, 这样就越多见到神迹, 其实我在带领就会很多很多的, 经历, 其实前两个星期左右, 一群人来到这里, 我为他们祷告, 很多很感动啊, 喜乐啊, 都是, 但是我常常有的经历, 是可以经历神, 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, 希望你们都真实的, 相信神是真实, 就全心地跟从神, 也不会摇动, 不会被人影响, 鉴定不移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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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